Hello 大家好 我是Autodesk的Carol 今天这段影片会介绍 两个Rific功能 第一个是Room 第二个是Schedule 这两个功能可以帮我们 规划学校不同流程和空间的用途 对于我们将来要做后续的 深化设计是很有帮助的 首先要打开我给你的Future of School Competition 2019的Template 有RificFile 打开之后我们就需要去 Globans平面图01 Entry Level 因为要在平面图我们才能用到Room这个功能 3D你是看不到的 你去到01这个平面图 我会用01这一层来做一个例子 其实之后你要再做你的学校设计 你可以每一层都用回我们 待会会介绍的一些程序去做的 你进来之后 你看那个一楼 即地下那一层 那个样子是这样的 它们的间隔 间隔其实是怎么定义 怎么看呢 首先你可以看到 有一些墙 这些其实就是墙 你这样按下去 它在Properties 而这里呢 这个性质的位置 就看到它是一个Basic Wall 来的 你按一按 这些 它也是一个Wall 凡是有个空间包住了 一些墙包住了 这个也是一个Room 来的 嗯 当然它会有不同的Floor 和C0 这个因为之前做了 就不再多说了 那你会见到呢 这里有一些线 你会见到 有些虚线 这些是Grid Line 来的 Grid Line 其实就是一些 你当是一个标注线 一些定位用的线 来的 那也是 项目开始的时候 就会设定好 那你就不需要 去 动这些Grid Line 那你会见到 现在的间隔 譬如我见到 有些窗 这个是窗 这个也是窗 这个也是窗 这个房 它是由 两幅墙 最起码有两幅墙 那这个也是 它里面有一个 这个位置也有一个墙 玻璃墨墙 这边也有玻璃墨墙 还有一个门 那就组成了一个空间 但是呢 我要定义这个空间 先 那就要用一个叫做Room 这里 按一按它 接着你就会见到 它将 窗和墙固的位置 就定义了房间 那我按一按 这个位置之后 按Modify 或者Escape 那你会见到 有个Room的Tag Tag 即是贴纸 贴纸在这个房间里面的范围 还有呢 你会见到 它其实是 这个范围 它穿了灯 四四方方 是黏着一幅墙和窗 就做了空间出来 如果你按进去 这个大交叉 不是这个Tag 按这个Tag 这个Tag 这个资料就是 你的贴纸的性质 我是要按这个 按了大交叉 你可以看一看 这个Properties表 它里面有相关的资讯 它就告诉你 譬如Dimensions 这里 这个尺寸 Area 就是147.526平方米 它的周长 周长就是525 600.8mm 它还有一个Volume Volume或者它的高度 都会有相关的资料 如果你说尺寸和mm 想自己去调整 你可以看你那个 Keyboard 那里 你打un 打un 你就会见到 有一系列的 unit 或者area 这里可以给你自己 调整 你是想用尺 米 串 去调整 你就打un 就可以找到这个表 用完之后 就交叉了 就可以了 那我现在第一间房 做出来 你看到二百百 因为其实呢 我做这个Template 之前 其实是有一堆房 做了看 这个房的Number 当然不对 如果要改 是可以的 你又要去回 这个大交叉 这个按 譬如你叫它做Number 1 我现在先假设Number 1 这个范围 我叫它做Canteen Canteen 它相应 就要改了Number 以及它那个 Room 那个名称 那你呢 就每一间房 你都可以这样做的 那我就做多一间了 譬如 Canteen Gera 你 这里 这里有两幅墙 如果你看到呢 有些范围 好像不太合理 有两幅墙 有两个门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Delete 就是这样 选了它之后呢 你可能按Delete 也可以 按你的Keyboard 按Delete 或者你可能选了它之后呢 它这里有一个绿色 这个位置 叫Contextual Manual 它就给你选择 这个选择交叉 那它呢 就干净Delete 删除了 那好了 我 Cancel 那现在我就想将这个的空间 就做一个叫General Office 那我又按一按Room 这个位置 那你见到呢 它这里突然之间 有一个黄色的盒子出现 Room is not in a properly enclosed region 它这个warning呢 其实就是告诉你 你这个空间 其实不是一个密封的空间 那你说 那在空平面图上面看 明明有些墙啊 有些玻璃啊 可能已经密封了 但是为什么 还是看不到 它说不是密封的呢 那我们就去3D View 那这个时候呢 我会建议你 你用回Wheel上面 这里有个叫Tal Views 那我一路用着3D 一路用着2D 一路用着2D 一起参考 那我们现在是在这个位的 那你就zoom 那它啦 那我们看一下什么事 按它sift键 然后navigate 哦原来呢 它这个空间呢 它这个洞是穿了的 所以不怪得是做不到房间出来啦 那呢 即是我呢 现在呢 就不可以在这里做一个Room 那我就按回Ctrl Z 或者我按回Undo 那呢 那呢 放回这些原本的设定箱里啦 那这个 原本原来有个学校门口来的 那我就delete了它就不适合了 那我就找另一个地方做General Office 那我看一下先 那我一路 你会见到呢 现在其实 因为它那么多层搭在一起很难看 那我就建议你看这个 色仔 这个 那个 stealing view那里呢 你就用这个 有个小的箭桌 接着你按 Oriental view 接着floor plants 那我们现在01 entry level 我按一按 这样之后呢 它很聪明的Riffit 它就帮你呢 自己就 斩开了 斩件 斩就 就做了一个 环切片出来啦 只是给我们看 01 entry level 的位置 如果我觉得这些 太过 这个位置呢 我就关小一点 它先 那通常呢 一般来说 我们会用两个screen 去做Riffit的modeling 那因为我现在要录这段影片 所以我先用一部电脑先啦 比较方便 嗯 嗯 嗯 好了 我们再找另一个房间 这个角落头 这个位置 好像ok ok ok 嗯 嗯 好 那我就用这句做general office 那我就按architecture 然后按room 那这次就可以了 有个大交叉 那按了之后呢 它都没有骂我 那你看到 它就变了做room 2 那我就改回它的number 叫做general office 那就可以了 好了 那我做了这个房间之后呢 我们又试一下 我想补充多一点的 你看这个视频 你看到它切了这个盒出来 其实你zoom转一点看 它有个四方盒在那里 这个就叫做section box 这里 那你如果要穿和熄这个盒呢 或者你想看多一点 看广高一点 你可以拉这些toggle 这些三角形 那就可以控制到那个上下左右 或者你想关掉它呢 你就按一按空白的地方 你那个3D的环境 接着呢 都是按properties这个位置 接着一路拉下去 拉到extense 这里有个盒子 camera上面这里 有section box 那你关掉它呢 那它就全部 大厦就显示出来 它就不会剃 不会剃了 只剃了一层体 但是呢 我有样东西呢 就想再补充回 其实刚才如果大家 比较细心的话 看到cantin呢 那个3D view那里 有些架子 有些桌子 等等摆在那里 但是呢 在我那个floor plan 01的floor plan 我就不见了 那为什么呢 其实是 那其实呢 就和我的view的setting 是有关的了 我现在去这个3D view先了 你看到有几张 都有十几张桌椅 放在那里 那这些是 一些叫family 它属于furniture 这个category 这个类别的 那它究竟 为什么floor plan 看不到呢 其实呢 你想 这里floor plan 看到呢 你就要打VV 或者 按了floor plan 任何一个位置之后 最好是空白地方 最好就是 空白地方 然后你见到 有个properties 下面一路点下去 有个visibility 和graphics 的 拉幅少少先 这里 这个叫visibility 叫graphics override 你这样按下去 那这里呢 就显示我们 Homwifit里面 所有不同的item 那个visibility 即是你要它显示 还是不显示 譬如呢 我现在转到去 那你见到 这条上高有几个大的类别 那我们选择model category 现在时候 我现在要选择furniture 那我打一打个F字 F字头的嘛 那我们见到 furniture 它穿了了 我刚才选择3D view 应该选择01 再来多次 那我们选择furniture 它应该是熄了 没有穿的 对了 那我们选择它 OK 那你见到它呢 就自己即时呢 就显示 那些furniture 而且你按下去呢 它是3D view 和你的level 这个平面图 都是同样显示的 这个就是 Rific 那个不同的view 之间有一个 互通性的功能 好了 好了 我也都想再做多一次 那个visibility 和graphics override 的例子 那我再按多次 那我想看 它的差别 譬如我想 那些墙 全部关掉 那些墙 会有什么效果呢 那我滴到最低了 Walls 你就要见到呢 现在 嗯 现在我这里呢 我先放大一点 拔出来放大一点 所有的墙 这个floor pen 我就关掉了 我只剩下 这个floor 那个楼层 那个layout 还有桌子 楼梯门 那些 那想显示出来呢 我还是按多次vv 或者按这个位置 然后呢 我就去回 我按W 我按W 它就去到Wall 这里的 那它就会显示出来的 那它就不是delete 它只是暂时性显示 和不显示的 那主要是这样去 处理那个 那个presentation 那当其实你做了 嗯 嗯 我做多几个room 出来 譬如我又做多 一只 两只 我觉得 这里 我这幅墙 我不需要的 我要做一个 老师的 工作室 这样 office delete delete 那些delete了 其实之后都可以再 加回的 那譬如我觉得 这边 老师的office 要大一点 那我做好了 这个房的位置之后呢 那我就按room 这个我先删除 不用save 按一下 按下去 那它做了这个范围出来的了 那我就按modify 或者escape 你keyboard的escape 那我再按回这个cow 然后我当它是第三个房 然后就按teacher office teacher office 你可以打中文都可以的 教职员办公室 没问题的 那我用英文就方便些 现在 那你看一下 哦 这个老师的办公室 竟有多大呢 那其实都 有个数目给你看的了 area 335米 5个平方米 ok 那 好了 现在我就做了 这层里面做了三个房 那我再做多一点 那我就一停一停的video 待会再回来 那好了 我们回来 这个01的entry level 那你看到呢 我会我刚才呢 是准备了那些room 我做了一系列的房刊 那与此同时呢 其实我02的level 02的平面图 我都做了一些 classroom 和computer lab的房子 是做了这样的 那好了 我做完这些房之后呢 除了我每一次 回来 打开我的档案 看回我01 02 这些平面图 看到我是 这个位置属于哪个房之外呢 我亦都可以透过 一个叫schedule的功能去看的 那其实呢 schedule这里呢 你看回我这个projectpulser 这个位置 那你一路看大概 二三四五六 大概这个位置呢 第十个位置 那那个schedules quantities all这个位置呢 你打开加号 或者double click 进去 那其实呢 我之前已经是预先 就放了一系列的 这些schedule 现在呢 我们需要用的 就是一个 room schedule 一个清单 那其实 如果你很有兴趣 想知道 它是怎样 创建出来呢 它其实就是 看这个view那里 我说一说 看这个view 这里 你见到有个schedules 你按下去之后呢 你按schedules quantities 那它就问你 你是想做哪一类型的schedule 那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类型的 那我们那个room schedule呢 其实就是这个 按了room之后呢 你见到它是room schedule 2 因为我本身 已经做了一个行动了 所以它不会重新 不会作名的 那就要改了2 但现在我已经做了 那就cancel 那cancel了之后呢 你看回这个表 其实这个表的information 就是刚刚我们呢 落那些room的tag的时候 它就直接做完行动了 那我先看一下 你见到它有 你看上面这个header 那里有些 抬头那里有些 有些内容的header 那你会看到 第一个A 就是说 它的area是什么 那你见到 有些东西可能空白是 为什么空白 就是我们暂时未 input任何information 下去 或者它对于我们今次 这个比赛项目的意义不大 那我会建议呢 你想edit 有些feel是不看的呢 你就按 这个properties 下面有个feels 按edit 现在你见到这个盒呢 里面右手边呢 就是我们这个column 的header 所有的feel来的 那我将它全部摆在箱里 那其实就不是刚好的 那我摆在箱里 一来很方便 我就把所有information都看完了 但也会 太过多 太复杂了 就麻烦一点 那我现在要用的资讯呢 我就会是 area 和那个level 就是去哪一层 那个房子 还有就是 它的名字 就是room name 那些我们要保留 那其他不要的 譬如你看到base 这个不要呢 你就按住它 接着按一按remove parameters 放回那里 那其实你可以一次过选几个的 譬如你知道 由这个 B Base Finish 至到Image J 这行都是不要的 那你现在Base Offset 我们第C 这个 接着按image 按着shift 你的keyboard的shift 就是 接着再按image 然后 你就可以按这个remove parameters 按一按去 那你就会见到 它少了很多东西的 还有一次过 走了过来 这个 左边 这个团的位置 那我们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 Limit Offset 我们按回不要的 Number要 这里 不要的 Wall Finish Wall Finish Wall Finish 可以放在这里 因为我们 迟些会有其他的video 是讲 我会教你如何 去游那部长的颜色 那这个放在这里 那我们先按OK 先看一下 那你见到 这个表呢 现在是干净了很多的了 那我们楼的呢 就是 1 2 3 4 5 6 有6行 你是楼行 包括了 Area Level Name Number Parameter Wall Finish Wall Finish 是暂时未有资讯的 那我们 有得它放在这里 将来会有用的了 但是你见到 其实 现在的排法 是不理想的 还有 有个 Number Line Room Line 这个是什么来的呢 这个Room Line 就是Log In Close 就是做不到房间出来的 我们先看一下 先看一下 哦 它是这个位置 如果你按了进去 它就在这里 那我就需要删除它 删除它 删除它 然后回到Room Schedule 这个又是什么来的呢 那这里呢 我删除了Room 但是我都需要 这个表里再按多次删除 这里 那它才要清掉 那个记录 如果你没有这个情况 就不需要你了 啊 好了 接着你 我想 譬如把Name C这行呢 放上去前面 那我就需要透过 Field Edit 刚才的位置 把这个Name 按住它 然后我们把它吞上去 下面有一个 Move Parameter Up 你按上去 然后你是想把 譬如想知道它是Level版第二 那我再按Level第二 我先看一看效果 那你见到 Name 啊 其实我想把房的Number 我都放上去的 Area 其实摆行 这一行 第五行 会最理想 这个是个人喜好的setting 你可以自己控制 这个Number 通常是房的名 接着是房的Number 哪一层 它那个周长是多少 那个房 接着就是面积 我看看这样会不会理想一点 我看看这样会不会理想一点 OK 还有这些Bars 每一行都可以拉左拉右的 你扎一点 闯一点 就看自己的喜好 那你见到这个就是 Read 那个Room 和Schedule的功能 你看到之后 除了这些Information 和Journal 可以流离出图 用之外 还有我们可以好好规划 我们的房 这些都是即时性的资料 来的 对于真正行一个 建造工程项目 是非常之有用的 那这一段片就是说到这么多 多谢大家